大家好,我是江源宏醫師 今天很高興跟大家來分享這個題目 就是認識攝護線或前列線的抗原子數 俗稱PSA 我想很多男性病人來到密療科門診 有排尿的問題 或者是健檢的時候 都會抽這個 摄護線指數就是PSA 什麼是PSA呢 PSA真正的學名叫做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它中文翻譯叫做摄護線的特定抗原 它本身是一種摄護線的上皮組織所分泌的特殊蛋白 它本身還是有作用的 它作用是什麼 它事實上主要是生殖功能的作用 它事實上是在能夠幫助我們精液液化 能夠讓那個還有分解這個 子宮頸上皮的黏液 然後再能夠讓精蟲呢 自由的這個順利的移動 接觸到子宮 然後再跟這個卵子結合 所以它本身的功能是屬於生殖功能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很多男性 因為排尿問題來到密療科門診 或者是健檢 常常都會抽這個指數 然後指數高呢 這個都會告訴你說 這個要在布萊密療科門的追蹤 因為很有可能會有腫瘤 擔心是攝護腺腫瘤 所以大家會常常遇到問題 就是這種指數高 這種指數就是代表攝護腺的癌症指數嗎 是不是一樣的呢 應該是這麼說 因為它是屬於攝護腺的上皮組織所分泌的 所以事實上不只是攝護腺腫瘤 我們良性的攝護腺肥大 攝護腺發炎 以及領脂肪導尿管 或者是說近期內有一些內視鏡 膀胱鏡的檢查 都有可能會造成這個指數的上升 所以應該這麼說 它是一個攝護腺組織特有的蛋白 但是不是癌症特有的蛋白 所以你事實上只要跟攝護腺相關的病臟 跟攝護腺相關的一個問題 都有可能會讓這個指數為升高 那這個指數升高 所以我們常常用這個指數來做篩檢 不是拿來診斷 它是篩檢 那篩檢什麼樣子的情況就要特別注意呢 一般來說 我們讓大家比較好記的一個數字 就會說4 超過4以上你就要擔心說 這個就算是偏高了 那 但是這個4的這個數值呢 會因為病人的年紀而有所不同 比如說 比如說年紀比較小的 大概50歲以下 你可能就變成 我們的癒質就要設的比較低 因為這個年紀的攝護腺也不會 也比較小 那這個年紀的影響也比較小 所以 我們應該要更嚴格去定這個 上限跟下限 通常年紀越低的 我們事實上我們的這個癒質 可能會設的更低 大概2.5 超過2.5就會認為是太高 那麼比較年紀大的老人家 70歲以上 事實上標準就不會放到4黃 可能會放寬一點 那事實上 我們會定的癒質是6.5左右 所以它是會受到這個年紀的一個影響 所以 如果 如果 不論是因為排內問題 或者是健檢 發現自己的 攝護腺的抗原指數升高 那該怎麼辦 怎麼辦 其實事實上 最重要的是 醫生端 去綜合判斷 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有很多因素 我們去綜合判斷 你這個攝護腺癌的一個風險 那怎麼判斷呢 第一個 我們會做肛門指診 剛剛我們去觸摸你的攝護腺 有沒有腫瘤的可能性 有沒有觸摸到腫瘤硬塊 第二個 我們要根據剛剛的年紀 去看你的癒質的高低 那第三個 我們會測你的所謂的 PSA的密度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知道 攝護腺體積越大 理論上你的攝護腺 你的這個PSA 就應該 可能會越高 假設你是兩線肥大的話 所以 我們會去計算這個密度 這個比值 如果比較高 那麼就會 我們會懷疑說 你可能是腫瘤機率比較高 另外呢 有時候醫師會告訴你說 OK 那指數級 比如說你是4.5左右 上升不是太高 那麼醫師會告訴你說 那可以讓我們追蹤一下 追蹤看看 所以我們比如說 三個月之後再抽 他如果上升的速度太快了 我們就會認為說 這個可能 就有可能是腫瘤 那一般 這個上升的速度 我們是每年上升超過0.75以上 就讓你說這個速度算是快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也比較懷疑 可能是腫瘤 那麼就建議病人做切片手術 另外 我們還會針對你的這個指數 如果比較高的病人呢 我們還會去抽一個 所謂的自由型的比例 也就是說 這個PSA指數 有自由型的 跟複合型的 組合而成的 我們去抽裡面 特殊的自由型的比例 如果這個比值比較低的話 那麼比較懷疑可能是 是社會腫瘤 那麼這個時候 也會去建議病人 去做切片 做一個確診 所以 醫師在綜合判斷 你的指數 跟這些因素的情況下 會給出一個建議 你是觀察呢 還是 我們就 進行社會腫瘤 的切片手術 所以原理上 你要診斷 這社會腫瘤 你一定是要靠 這個切片手術 這個指數 只是一個篩檢的工具 一個篩檢的工具 那 如果我們去切片 因為指數很高去切片 那切片如果是惡性腫瘤 當然就是針對惡性腫瘤做治療 但是常常遇到一個情況是 指數高 但是切片現在是良性的 那該怎麼辦呢 那 首先我們要知道說 切片只是取樣 它並不是一個 一個百分之一百準確的 第一個最有可能當然就是 真的沒有癌細胞 只是良性肥大跟發炎 那當然就放心 第二個 有可能你采樣的時候 我們一般會采樣 12到14針 也有可能采樣的時候 沒有采樣到 那 這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們就會持續追蹤 雖然說是良性的 切片完是良性的 其實醫師還是會定期追蹤 如果還是持續爬升 那麼有時候還是懷疑 有可能是腫瘤 只是沒有切片才采樣到 不然我們有時候 會需要第二次第三次的切片 甚至有病也是 第四次切片才診斷 那你說這樣 會不會很可怕 就是我第二次第三次才診斷發現 那事實上不用太擔心 因為如果說真的有症候腺腫瘤 切片了一次兩次都沒有切到 那很有可能的腫瘤範圍很小 或者很不明顯 那這時候其實 再持續追蹤觀察就可以了 所以事實上也不要太擔心 不要太擔心 那 這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 常常會問的問題 指數很高 我是良性的 可是我看到了就覺得很擔心很可怕 有沒有什麼藥物可以讓他指數下降 可以治療指數的 或是預防 似乎腺癌症的 重點是 不要去想要治療指數 因為治療指數不代表 不等於治療疾病 最重要的事實上是 我們就要了解 到底為什麼你的指數會上升 你是似乎腺慢性發炎嗎 良性肥大嗎 那你就應該針對這問題 好好去治療 你的慢性發炎的問題 似乎腺肥大問題 如果是懷疑是腫瘤 那就趕快去 再去做其他的一個診斷方式 所以 重點是了解這個指數 背後上升的原因 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當然有一些藥物 可以去降低這個指數 那目前常用的藥物 是治療攝護腺肥大的用藥 你是同時是因為攝護腺肥大問題 然後尿流速慢 那這個時候當然可以使用藥物 去治療攝護腺 那它同時也會降低你的一個指數 就是無阿法患患患肺癌肢劑 不過這還是必須 你要符合這個疾病的一個治療的內容 才會使用 也不是說你指數高 就一定會用這個藥物 那有沒有可以預防 攝護腺腫瘤的藥物 目前沒有任何的藥物可以預防 可以證實攝護腺癌 所以 所以也不要聽信房間的一些偏方 說這個部分可以治療指數 治療攝護腺癌 就千萬不要 那當然 目前有一些臨床試驗可以預防 比如說 茄紅素的試驗 它就可以拿來預防 就是它的設計 是希望可以拿來預防這個 攝護腺癌的一個部分 那麼有部分 這個部分如果符合條件 這樣你也可以自動的加入 因為茄紅素的一個藥物 實際上是很天然的萃取物質 它也是一個目前 未來可能也可以拿來 預防攝護腺癌的藥物 不過目前是一個臨床試驗 那 整體來說 對於攝護腺的抗炎指數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面對它 第一個其實重點是 要了解它 事實上我們知道 早期攝護腺癌 跟攝護腺癌肥膠的一個症狀 事實上是很難做區分的 都是一些甚至是沒有症狀的 所以 重點是 不要去擔心指數高低 重點是 到底是什麼原因 去了解原因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 找到原因之後 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目前不論是惡性腫瘤 或者是良性疾病 都有很好的治療方式 所以重點還是 早點去診斷 早點去治療 那麼一定是要跟密療科醫師 密切的溝通 我們剛剛提到 很多一部分事實上是在於 你應該要追蹤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應該要立即做切片 所以事實上 不要去聽性偏方 購買昂貴藥物 想要去治療指數 或治療這個 比較不確實 記得去用藥物 想要治療社會線癌 或治療這個指數 那也不要太緊張 所以 我常常跟別人講說 事實上 你現在身上有沒有腫瘤 已經不會改變了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那我們醫師 跟你 最重要的目的 是想辦法知道 你現在身上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態 早點治療 盡量讓我們的診斷 跟你的真實情況 達到一個 Match的一個狀態 才不會說 盡量貼近 盡量達到一個真實的狀態 才會辦法針對你的心 你的疾病 做給予最好的一個 治療 以上是簡單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